一名黑衣男子走进巷子里边走边观察还刻意闪躲监视器 但隔不到五分钟就快步撑出来 从骑楼一路跑到外头跳上继承车离开 专案小组原以为嫌犯随即拦车逃逸 但往前一调 发现这辆小黄疑似就是同伙 开车载着嫌犯到线上却没有马上开走 而是停在路边等强匪得手后一起离开 监视人员在营楼内踩阵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嫌犯早有预谋 整个过程让被害店家根本来不及反应 追出来人就不见了 我从店里面走出来的时候 我隐约看到一个人已经是往那边走 他有说有人把金子拿走了 然后问我没有看到人 然后我有问他说是怎样的外观 他说穿着黑衣服的外观 营楼抢案发生在新北市板桥仁爱路 小一点半 附近店家透露有听说营楼被抢 警方在巷子内到处掉监视器追踪 这名黑衣抢匪找来建设司机帮忙接应 走进营楼之后 开口就说自己要买金饰 请老板多拿几样出来参考 店家拿了项链又拿出金牌 嫌犯伸手抓了金牌就跑 接着跳上纪人车逃逸 一路开往中南部 营楼招一名男子洋装顾客挑选金40 抢走金牌一块 反案过程短短不到五分钟 就得手价值约三万元的金牌 两人计划看似缜密 转案小组锁定黑衣男子 与继承车的车牌 一查疑似是强盗惯犯 上个月去年都曾在台中抢营楼 每次都假扮成顾客要消费 让店家卸下新房 意识大意 金牌被抢 店家也懊恼 热情的招呼 反而成为嫌犯下手时机 TVB新闻赛明轩 叶军新闻是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